大家好 今早一早發生這麼大規模的拘捕行動 各方都很震驚 很多的說法 警方憑什麼理據這麼做呢 走之前我不清楚為什麼 所以我就不想亂講 後來局長講完 警方又再講 一如大家所料 他們是引用國安法22條第三判 嚴重干擾 阻撓 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 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理合正能 但這條呢 還有另一個元素 是要用非法手段 我聽完都不是很聽到警方覺得相關人士用了什麼非法手段 他們覺得整個計劃的目標是非法 但我聽不明白是用什麼非法手段去達到這個目標 我想警方真的要再解釋清楚 如果不是 怎麼起訴呢 到時律政司都無可避免要再解釋 萬一上到停 告不進 那就更加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